好 經常經過大埔區火車站 或是你會留意到 這裡有個專賣懷舊零食的小飯店 缽仔糕、糖蔥餅、糯米池 全部幾元就有交易 最特別是店口除了有兩夫妻看店外 還有位老伯伯長期坐在側邊 都要幫忙 誰有空都要幫忙 原來爸爸是奇哥的爸爸 今年都83歲 沒有能力再擺檔 不過政府又規定少翻牌 不可以由兒子承繼 他就唯有天天坐在檔口旁邊 讓奇哥可以繼續合法擺檔 正常我看檔 所有的東西 老人家就盡量比他少盡 那波持牌人都七八十了 拿來都過幾年後 剩下多少個呢 這個社會的特色 各方面的東西 傳統的東西是沒有的 消聲匿跡的 如果真的做不到 這樣就沒有辦法 現在最知道老人家幫到手 如果他幫不到手 政府不發牌 我們都想做都做不到 奇哥在這裡擺檔二十年 每天下午三點 做到今晚買了食物才肯收檔 每個月有兩三日式 有時甚至每天都不休息 這麼辛苦 餵的都是一份滿足感 要保持新鮮 你原新鮮 那些客人吃得不開心 每天都要新鮮 每天都要賣光 每天都要賣光 每天都要開心 這輛車甚至已經成為 大埔街坊的一個老朋友 風襯了沒有十年 也有七八年 很傷心 經常見到這位空 會想到以前有這輛車 是買小吃的 可能將來買不到 勃濟的蔥油餅 那些 那些韓式 這些沒辦法 政府也要收回 我聽說了 但奇哥就企硬 就算將來沒得擺檔 他都堅持不會入店 你拿著這樣 上幾蚊雞 你上去做店裡的食物 又如何夠做 在這個賣什麼都貴的年代 還有流動小販 幸風雨不改 賣這些便宜靚正的傳統小食 真是老套些都要講句 應該要好好珍惜 我告訴你 我喜歡卡牌 你有什麼人 有什麼人 訂閱 到這次 你來自分析 有什麼人 你放一些 有什麼人 你很容易 有什麼人 你不相信